过来 就好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人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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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 不看我 牟牟 这个真的小子就有劳你了 放心吧 走 起来 走 走 驾 走 你 嬷嬷参见公主 公主 你不是死了吗 是我亲手葬的你 我把你给葬了 我还带着花去看你 我以为是我把你给害死了 我好想你 你干吗要骗我 你说话了 你干吗要骗我 你干吗骗我 萌萌是坏人 喊得好了 公主 我也可想你了 我也不想骗你 我骗你是为了保护你 你知道吗 还有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 暖的 活的 活生生的 我要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许骗我 不骗你 我还要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许死 我保证 以后都不死了 好吗 我欠你 我欠你 对了 对了 萌萌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啊 都危险啊 对啊 我当时呀 太着急了 来不及通知你们 那个青年老怪 要在客栈 把小泽给杀了 结果我这一去 不仅中了他的毒 还被他裹成像残浅一样的东西 要不是子豪跟他师父 嬷嬷我现在 可真的就死了 再也见不到公主 还有你还有你们 都见不到你们了 可真死了 不许乱说 不乱说 不乱说不乱说 嬷嬷 豪哥呢 是啊 子豪哥哥呢 子豪还留在客栈 要蒙骗那个青年老怪呢 对了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赶紧上路吧 好 好 走吧 走吧 走 我以为你已经得手了 原来被别人得手了 我抢小泽的头抢不到 你做师父的 连徒弟都打不过 如此灰头土脸 你如何在江湖上力图啊 我说师兄啊 你此言诧异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 我的徒弟打败我这个师父 我是脸上自然有光 不像师兄您呢 到如今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空怀一身毫无意 没有徒弟给你传承下去 嘿嘿 师徒之情在你那儿是一点都没有 可惜啊 住手 呸 什么师徒感情 呸 呸 呸 也是啊 当年师兄为了和师妹相好 不惜中了剧毒到如今 你仍然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 最后你还下手把师父给杀了 因此师徒的缘分在你这里一定是恨之入骨 当然 那个死老鬼 他竟然想和师妹成心 哼 我回来救师妹 他竟然狠心圈赞我们 给师妹吃了毒药大杯散啊 现在师妹还在往乌山躺在那里动也动不得 师妹 我拿了小子人头之后再回来救你 这小子当年曾经喜欢过你 现在却百般阻挠 等我杀了他 让他去地府跟死老鬼做伴 到时候我们就是神仙眷侣了 世兄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可是真好啊 但是想实现它可是不容易 你想一想 我的徒弟徐子侯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而且是两个小子真假难辨分别去了不同的方向 你想找到他们 谈何容易啊 我用臂蝶 可以找到吃过抱人丹的风筝吧 倒是你 人海里怎么办 不与你中产了 以免错失良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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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按 虽然带着他走 就算走到天边 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你看看我的厉害 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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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日不见 阿弥陀佛 放着 是这样的 我这次来少林寺 是纯颜让我有事找你帮我 帮忙 他就是在沿海横行的倭寇头领 没错 你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春炎看好他 季空 在 先把他押下去 是 方丈 带下去 走 这下好了 哎 萌萌 大和尚 各位 大和尚 大和尚 怎么样 各位女施主 方丈已经决定 让小泽郑雄救助在少林寺 由吴欣虫看管着 请大家放心好了 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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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徐公子 你身边这位 应该就是真正的小泽将军了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徐公子亲自押韵 这岂能有假呀 真正的小泽 好歹也是一代消息物 你看看他 灰脱脱脸 哪有一点小泽的样子 咱们去前面歇歇脚吧 好呀 来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小二 来了 客官 来碗面 好嘞 来 坐坐坐 来 好啊 你就别乱动了 等到了京城 我自然会给你解开 我去拿面 你们坐 你们坐啊 小泽兄啊 怪只怪你太过狡猾了 我要不给你使点迷药 让你神志模糊 我还真怕你坏了我的大事 我给你解开 来 吃面 来 吃面吃面 吃完了好上路 徐公子 小泽将军 徐公子 是吗 师兄 你准备拿那个真小泽怎么办 真小泽是我的 你给我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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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弟一刹我是不会杀你的 星空我早有准备 方长班 好味道啊 居士 居士这一路跟着辛苦 这些个韭菜全当是犒劳居士了 请 我告诉你 我和九千岁的目标 只有小泽一人 你不过是沾了小泽的光而已 居士 这一路上我有的是机会将他们暗人统统杀掉 然后回去向千岁寝宫 知道我为什么没杀他们吗 还望居士把那抱园丹的解药给我 我可不想不认不轨地活一辈子 抱园丹 解药 没有 好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跟你说笑话 别那么认真哪 解药嘛 我给你 我给你 好不好吃啊 多谢居士赐药 不用谢我 那只是普通的补血补气的 补丹而已 把解药给你这个怪物 浪费呀 我给你这么认识 三人 你什么事 你什么事 我给你这样 我给你这么认识 你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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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我得感谢你啊 咱们这叫里应外合 你让我手刃了小泽 狼匹夫 师兄 你不能这么讲 你也看见了 这两个人可都是我杀的 既然我杀了小泽 你就应该告诉我嗜血剑如何用 我要去救师妹 我去 慢着 我今天不跟吴赖一争高低 我要拿着小泽的人头 到九千岁那儿去平平礼 走 这个师父下手这么重 疼死我了 还好我有软奖 这死得太惨了 恭喜千岁 此人已替千岁除掉许子豪 卑职亲眼所见 而他手中头颅 正是小泽将军 好 好 办得好 办得好 既然如此 居士 你就说一说 嗜血剑的使用方法吧 嗜血剑 嗜血剑 顾名思义 就是要用人血去喂养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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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一时赢了赌约 你就放松了 滋味好不好受啊 王岐 你 关我什么事啊 关我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情啊 你们俩慢慢聊 慢慢聊 你 师弟 师弟 天催地灭伞的滋味好受吗 如果你不说出嗜血剑的所在 你就等死吧 即使你不怕死 难道不怕 旧师妹的最后期限也到了吗 你就忍心让他长眠在我武山吧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拿武山谱和嗜血剑 他被我藏在皇屋山后的农舍里 好 我真是不明白 千岁 千岁 那日清明老怪到底查到了什么 您对他如此纵容 你还记得 砸家让你去追查的那串数字吗 记得 传说那几串数字 跟刘伯温的先述有关 千岁 后来我查到永乐大典中 遗失的几册书的序号 正是那几串数字 所以那几册书并不是遗失 而是被成祖皇帝藏起来的 关于刘伯温先述的奇书 对 那些奇书应该被成祖皇帝藏在皇宫的密道中 当年成祖皇帝一路南下 拿下了万岭江山 他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 靠的就是神机大炮 倘若我们能够得知奇书所在 而且青面老怪还在永乐大典里 发现一个前人留下的秘密 因为神机大炮就藏在密道之中 千岁 光靠这个就断定神机大炮藏在密道之中 这会不会是巧合 这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巧合呀 当年编传永乐大典 就是故意在其中留下一些秘密 然而这些秘密就是为了他人能够推翻成祖皇帝 那燕王留下神机大炮为何他的后人不知道 当年他们封住了密道 以至于后来就没人知道密道在哪 这些事情就这么一代传一代 先朝皇帝还知道密道 而当今的皇上就不知道 咱家以为在皇宫里面拿到神机大炮制作图 交给小泽 这样神机大炮就会被做出来 怎知这帮东洋人愚蠢都做不出 现在青面老怪解开了这个秘密 原来成祖皇帝的神机大炮就藏在密道之中 现在只要我们找到密道的入口 这样的话 恭喜千岁 客系千岁 青面老怪果然人才 只盼望能早日找出密道入口 我们就可以直倒黄龙 这就是五神谱和嗜血剑 五神谱 嗜血剑到我手了 小子 就在这儿歇着吧 等我和师妹成群以后 再回来请你喝喜酒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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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师父 师父 我就知道 他们不会遵守赌约的 不过为了救师妹 也只好不死 师父 你怎么样 我们现在怎么办 赶紧 去往巫山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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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师妹 我来救命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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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救命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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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找紫环 就是这儿 子豪真不好意思 带你到这儿来 师傅 你还跟徒儿客气什么呀 虽然我这个师兄 拿着嗜血剑五山谱去救师妹 但我真的不放心 他向来最会下毒 而且生性狡猾 真是令我头疼啊 师父您放心吧 徒儿 一定会竭尽全力支援你的 那就太好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告诉你 救师妹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为很早之前 我就跟师妹私定了终身 可我的师兄 一直以为师妹深爱的是他 我真怕他见到师妹之后 知道实情 不知道会做出 什么样的疯狂举动 虽然 师妹 你醒来了 醒了 太好了 坐起来 坐起来 好了 师妹 你终于醒了 你醒过来了 师妹 你是 我是大师兄啊 你认读我吗 大师兄 小生 端端十天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 二师兄呢 他人呢 说好的十天之后 他来接我的呀 他人呢 阿 阿 不只是天哪 很多天哪 好吧 我拿水给你喝啊 坐着啊 他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吗 他是被贱人所害 他是短短的尸体 他已经忘了我 就这儿 师父你看 洞口被人打开了 就是这个山洞 在王无山的地底下 就是一个百年的冰窟 我的师妹 就是被我的师父封堵在此 师父你看 这地上的火墓 是什么东西啊 是人血丹 人血丹 对 人血丹是什么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说我在这之前 用嗜血剑杀人的时候 剑警没有任何反应 一点都不发热 看来 一定要将一百个人的鲜血 同时喂养嗜血剑 才能使它产生作用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你赶快给我守住洞口 在这里接应我 师父 徒儿陪你 一起下去 万万不可 师父 师父 听我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应该有个了结 可是 行了 听我的 师父 师妹 师妹 二师兄 二师兄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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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是二师兄 二师兄 师父 你小子 是不是尺帮长硬了 师父 我与师妹 是真心相爱 就请师父您成全我们吧 哈哈哈哈 师妹 从明天起 她就是你的师娘 嗯 成蒙师父错爱 师父的养养少爷之恩 我必当全力报答 少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你今天要给他私奔 我与二师兄 早已定了终身 徒儿不孝 不能侍候师父呢 师父的大恩大德 徒儿来生再报 但请求师父 不要再为难师兄了 师妹 好啊 你宁愿去死 也不要你跟着我 好 师父 师父 你 你不是想去死吗 我成全 护了大杯伞 从今往后 你就睡下去吧 大杯伞 师父你给你吃了大杯伞 哈哈哈哈 你不是想救他吗 除非你找到本门 失去多年的嗜血剑和五身谱 师兄 快走 别怪我了 如果你要是找不到 施血剑和五身谱 我还把它放在 王巫山的石栋中 让你们两个今生 永远不得相见 师父 师妹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不出时日 我一定回来救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短短几日不见 你就 师妹 你有所不知 你在这里睡了一觉 外面已经过了四十年 廁岳 和修队一生 是 quis成五個人 过三十年 川普 师兄 我这日日夜夜 梦到的 都是你临走前跟我说的 要我等 我便安安心心地在这儿等 可黑夜太漫长 我怎么也看不到边 师妹 都怪我 都怪我该死 我回来晚了 二师兄 不要咒骂自己 我们现在便离开这里 像我们以前说的吗 仗义出风景优美的幽谷隐居 不会江湖之事 师妹 好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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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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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找 找大夫 我带你去找大夫 师兄 你我都知道 大悲伞是无药可解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一定要叫师妹 师妹 你挺住 我带你去找大夫 我带你去找大夫 二师兄 我看我是部长 不 但是 二师兄 不会的 能看到你 我真的很欢心 先别说了 若是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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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怕 我这里有很多药 你听见没有 师兄 听见没有 我给他吃 我要给他吃 你要吃 行 我告诉过你 大悲伞无药可解 你就不要再折磨师妹了 让他安详地 走完最后一程 你们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二师兄 我不成了 不会的 若有下辈子 我定要与你 师妹 师妹 生生相报 永不分开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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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师 师妹 师妹 老怪物 都是你 我千辛万苦 把师妹救醒 他始终都不看我一眼 就是盯着你 那好 我不管 他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我要把他带走 师妹救生 闪开 子大猨 我 سП拔阿尔 我估计 你 我估计 他 煮的 我不能 我估计 你 我估计 他是 他 预计 他 把门 子豪 接住五神谱嗜血剑 子豪 把外面的师门封死 我就在这儿 永远陪着师妹不走了 师父 师父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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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凶狠了 居然带来了雷虎蛋 师妹完全可以在那里安息 你却炸毁了他的墓穴 少讲废话 师妹 就算死 我也要把你的尸体带走 废物 我杀了你 师父 追 这 这 天 真 是 十 这是 可 师父 自豪 我估计我师兄 这次伤得不清 他一定会在附近 找个地方 休养生息 最起码半个月之内 他都回不了京城 你一定要抓紧这段 王岐怀疑你们 已经死了的时间 赶快杀到京城 好 徒儿知道了 师父 这位前辈他 师妹 我对不起你 师妹